提点小的问题就是说 孙坚你跟你女儿 在通那个视频的时候 你一定不会在这个时候 会流眼泪 你一定会挂掉电话的时候 流眼泪 因为我看了一下 那个里面女儿 不是说全部缝着那个纱布 说两个脸都是纱布 你可以怎么表演 因为她看不到 因为我自己的 亲身经历的关系 我以前有过两个父亲 都是因为前辈人难住了 我第一任父亲 是肺结核不在的 在那个年代 肺结核是一个 能拿钱治的病 可是我没有这个钱 我第二个父亲 是我的继父 他是脑脚之流 那个是一个很难治的病 那个花费太大了 我跟我妈借遍了 所有人身边的钱 可是人还是走了 我认为 我现在有钱了 我现在能干很多事 我觉得那个事 在我心中已经翻篇了 可是那一刻 当导演跟我说 因为我这个年纪 刚好又适合要有女儿了 该有孩子了 我那刻想到 这一件事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不行了 我这个作品里面 是有遗憾的 可是那就是我 瞬间的一次释放 对不起 对不起导演 我觉得很好 我喜欢那个释放 我想非常的就是感谢一下老师 因为我觉得 所有的这一切带来的这个进步 都是在他们的一个一个的 这个镜头 一句一句台词的这个指导下 来得到这个提升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 我出道了 我有流量我就可以演戏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揣摩过 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然后从《驴得水》的时候 我就发现什么叫演戏 下去之后很多演员 过来跟我说 你刚演得太好了 那个时候的赞赞赞美 然后认同 真的是任何时间 任何事情都比不上的 我觉得我是个演员了 再一次感谢各位 那接下来就要辛苦各位 做出你们的决定